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啦 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生肖呢 不适合什么样的事业的啦 那么相信呢很多人都会知道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呢 并不是别人 而是我们自己哦 所以呢想要获得进步的话呢 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了解自己 然后呢才能够 葬胜自己啦 不过你们真的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吗 又或者是说呢 你们是否真正的了解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呢 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性格和特征嘛 对不对 今天呢周哥拉就带大家呢 从十二生肖的角度中呢 去看看到底自己呢 最不适合哪一种的职业啦 好不好 好,那么在你的朋友们记得看之前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走,我们去看看下吧 好,那么首先呢第一次我们要看的呢 肯定就是这个属属的这个生肖嘛 那么属属的朋友们呢 最不适合的呢就是自己的创业啦 因为很常的属属的朋友们呢 最着重的呢 就是自己本身眼前的这个利益的 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格局和计划的话 属属的朋友们呢还是避免自己创业的好啦 好不好 那么第二个生肖呢 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属牛的哦 那么属牛的这个生肖呢 最不适合的职业呢就是这个教师啦 因为教师很常呢都要跟学生去沟通啊 是以一些呢比较软硬坚实的这个手法嘛 但是属牛的性格呢本身呢就是比较倔强 所以呢他们一般的情况之下呢 都比较不肯认错哦 那么在于这个教师的这个行业里面呢 不肯认错呢就是最不适合做教师的 因为老师呢要教小朋友们哦 如何去辨别是非 还有在错的时候呢就要勇于去认错嘛 那么如果你不肯认错的话呢 又怎么样子适合去做老师呢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生肖属虎的哦 生肖属虎来讲的话呢 比较不适合做的职业呢就是这个师机啦 因为生肖属虎的脾气性格呢是属于比较暴躁比较急躁的 但是师机这个职业呢又恰恰呢就是需要比较多耐性的这个职业啦 所以呢属虎的朋友们最不适合的职业就是当师机啦 那么第四个生肖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属兔的哦 那么属兔的生肖呢最不适合的职业呢就是这个医生啦 因为医生呢本身呢是很需要耐性的 那么本身属兔呢就比较缺乏这个耐性哦 那么如果属兔的生肖呢当了医生的话呢 就可能很容易造成医患的这个矛盾啦 所以说呢属兔杯门最不适合的职业就是当医生啦 那么第五个我们要看的生肖呢就是属龙的哦 属龙的生肖呢最不适合的职业呢就是警察哦 因为属龙的生肖呢他们本身的性格呢都会比较倔强坚定哦 一般呢都会认为呢这个是非屈指呢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呢在于正义的这个一面哦 有当警察的哦就是正义的使者嘛对不对 是非屈指呢看得很重要呢是一个优点的哦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就很容易导致到属龙的这个生肖哦 无法理性的去处理事情 那么在介而知之下呢就犯错了啦 因此呢属龙的生肖呢是不适合做警察的 因为做警察呢除了有这个正义哦 有这个是非对错你要懂的分之外呢 也是要必须保持理性的啦好不好 那么第六只生肖呢就是这个属蛇的生肖 属蛇的生肖呢最不适合的职业呢就是这个律师啦 那么基于呢属蛇的这个生肖的性格呢是极有诚服的哦 而且呢性格呢也是属于比较多变的 而律师这个工作呢不仅仅只需要相关性格 更需要的呢就是理智的思维啦 所以说呢属蛇的这个生肖呢是不适合做律师的这个职业的 那么第七个生肖马的哦最不适合的职业呢也是哦 跟这个属牛是一样的哦是老师 但是呢他们却是有相反的性格哦 属马的呢看过去呢是比较独立奔放灵敏机制 但是呢他却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他们呢很容易呢因为表达失误哦 而让学生们呢接收到了这个错误的讯息 仅仅呢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让属马的人呢 是非常的不适合当教师的啦 那么第八个生肖我们要看的呢就是生肖羊哦 生肖羊最不适合的职业呢就是这个公务人啦 因为生肖羊哦本身的性格呢是比较温婉的哦 也比较胆怯这样子的性格呢就会导致到生肖属羊哦 他们比较难呢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之中呢去表达出自己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生肖羊哦自己本身的存在感呢会是非常的低哦 也会导致到自己本身的近身空间呢就这样完蛋了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九只哦 就是属猴的这个生肖 那么他们最不适合的就是这个会计的哦 因为会计呢是需要比较多的耐性哦 那么生肖羊呢他本身呢就是属于比较急躁哦 比较没有耐性的这个生肖 而且呢人的性格呢也会比较多变一些 所以呢在于这个比较沉闷的会计工作里哦 也需要比较大的耐性的这个会计工作里了 生肖羊呢基本上呢是比较难去胜任的 好那么第十只生肖呢我们要看到就是生肖姬的哦 生肖姬最不适合的职业呢就是流水线工人哦 属肌的人的性格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呢都比较缺诺 如果呢他们再去从事流水线工人这样子的工作的话呢 就会导致到属肌的哦这个生肖呢哦 这一辈子里面呢都会没有什么的起色的啦 那么第十一只我们要看的呢就是生肖狗哦 生肖狗呢本身呢最不适合的呢就是画物园啦 就是讲说呢哎打电话啊客服啊之类这一些的这职业呢都不适合属狗的 因为属狗本身的这个性格呢是属于比较正直的哦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他去做这个画物园的话呢就很容易因为自己本身的正直啊还有讲话直接啊导致到得罪客户的啦好不好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最后一只生肖呢就是生肖猪的嘛 生肖猪呢他们最不适合做的呢就是科学研究员 因为属猪呢本身呢就好像我们看生肖猪很多的性格都有听到属猪人呢是比较喜欢自由的 所以属猪的呢本身呢他们的这个自由上漫的习惯的这个性格 就很难让他们呢去做一些比较紧张比较严谨的这个工作 所以呢这个科学研究员呢通常呢都是需要分秒必争 甚至呢就好像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的这些科学研究员呢都在研究这个疫苗嘛 那么如果在自由散漫的心态之下来讲的话呢自然会看到是比较难去促成研究这个疫苗的啦好不好 好好那么以上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当然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讲一声哈就是讲说呢 如果你们遇到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就算你们现在暂时不能够胜任哈但是呢也不一定要去放弃他 因为世上的事情呢基本上呢可以讲说呢就是没有绝对的 与其唯唯诺诺诺不如勇敢一些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哪怕就算失败了哈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另一种拥有呢 因为呢你可以从中得到的呢是你用金钱所买不来的阅历和经验啦 那么以上呢跟大家分享的呢生肖的性格的话呢就是讲说我们根据呢古书古人的智慧中呢去研发出来的 那么当然啦如果今天呢你因为环境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名字因为你自己本身的霸智呢都有得到的改善 甚至环境中哦自己学习的环境哦还有你们处的这个父母的环境之中哦你们有任何的改变的话呢自然会改变了你们的性格啦 那么以上呢佐伯拉今天发布的呢就是仅供你们去做参考啦好不好 好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好我们下一个影片见谢谢大家